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改变孽孽子人的未来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盟赞委员会盟视处海中雄处长来到现场 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在今天的纪录片 介绍了一个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少数民族 孽孽子人 那他们生长在很寒冷的地方 然后在生活中 迷路几乎是他生活里头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首先可不可以先请处长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孽孽子人 我想孽孽子人 他目前的居住地方 是在俄国的西北角 在这个亚马尔半岛上面 跟附近的周围的地方 他主要分为两个自治区 一个是亚马尔 孽孽子自治区 还有一个就是孽孽子自治区 但是他们并非市区在此地 大概他们原先是基础在西部里亚的西南方 在燕尼 塞河 流域 就也在我们现在讲的沙燕尼 唐鲁两海一带 大概在四百年前 就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时候 俄罗斯帝国开始有一个东进政策 往东扩展他的帝国的政策的时候 进入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烈烈池的传统的居住领域上面 所以他们大概就打包完整的 他们的驯鹿的这个文化生活 就往北边去迁移 就迁移到现在的地方 所以他们从放牧 放养这个驯鹿 到现在这个游牧巡鹿的过渡期 大概在四百年前的时候 迁移过去 所以他们其实原先并不是居住 在这么寒冷的地方 实在是迫于现实的无奈 才必须要往北迁移了 这个主要是因为战争的缘故 外来的侵入者进入这边 而且这个动员的生活环境 非常的辛苦 那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自然资源 可以使用 所以对于涅涅之人 迷路几乎可以说是提供 他们所有生活的所需 那在文化上 似乎也跟这个迷路是脱不了关系的 那是不是可以就这个部分 我们来谈谈呢 我想这个巡鹿的文化 在于涅涅之人 可以说有巡鹿就有涅涅之人 没有巡鹿就没有涅涅之人 它一切的生活 食衣住行娱乐 包括宗教 包括这个礼俗都与这个巡鹿有关 所以这个我们怎么讲呢 就是涅涅之人有一句俗话 巡鹿是他们的活的存折 随时从里面可以拿 所有东西都从巡鹿上来 随时它的一个存折 的确我们在观察 像他们穿的衣服 或者是帐篷 或者是等于饮食的来源 那刚刚处长特别提到说 即使像是文化 或者是在宗教上头 也都跟巡鹿有关系 那是要如何观察呢 我想在这影片里面 曾经有一段就是 这位妇人在她的碰到的一个野公路 公的巡鹿进入到她的放牧的区域的时候 惊吓到了这些很多的她圈养的这些 尤其是母的巡鹿 所以她就请人来制服这只野公的公路 然后当她制服之后 就有一个仪式就把它处置来以后 因为不要浪费 就处置完以后 她的皮什么都可以分给大家去享用 但她在处置的过程中间 他们为了避免她的痛苦 所以他们在她的颈背后面 有一个关节的地方 从那边插入 让她安详地没有痛苦地离开 然后他们再来分享她所留下的所有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沙满教的一种 一个仪式 也是一种对于巡鹿的一种尊重 因为他们认为巡鹿生的时候陪伦着你 当她被你处置使用的时候 她的灵魂会保存在你的身 身体里面跟你共存的 所以他们与巡鹿的关系 就是共生共存 是 其实处长提到这一点 这个跟我们以现在的这种现代化的饲养 然后对待动物就好像是一个商品的角度 其实非常的不一样 那尤其提到影片中这个妇女 她说要去杀这只野生巡鹿的时候 其实她也提到说她很不愿意杀身 然后就有提到说她爸爸说 这个巡鹿未来的灵魂会在她身体里面 所以同样是一个可能是取动物生命这样子的动作 可是她背后的文化意涵跟这个人文的思考 其实差很多 所以她还是请了一个沙满乌斯来 给予这个鹿做了一个仪式 然后这仪式代表了很多很多的意涵 一个是对于这个鹿的一个尊重 然后也是对于周围这些人的心灵的一个平静 然后让他们能够和平的共处 不管用什么方式 结局都是和平的一个方式 是 那尼尼兹人主要生活的地方就是亚马尔半岛 那亚马尔半岛可能在以前我们看到的天然资源 就是动员 巡鹿 那在影片中特别有介绍到说 亚马尔半岛的这个天然气的蕴藏量 竟然是全世界第一 那是不是可以请处长来谈谈 这个天然气目前它被开采的这个状况是如何呢 我想我先简单的说一下 在这个这边的地理环境 这北极圈里的涌动土城 它的地形地貌是非常的复杂 而且它有260天的冰封在这个地方 所以超过三分之二 一年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是冰封的 所以以俄罗斯的科技 尤其在钻摊这些石油或天然气方面 它的技术跟设备 毋庸置疑是世界第一级的这个水准 但是掉到这个所谓的涌动土地带 尤其在亚马尔半岛这边来开采的话 它面临的不是设备跟技术 而是自然环境 它中间最重要的一个 要如何克服这个交通的问题 是 因为地图源非常的辽阔 你的补给任何东西都要靠交通 那交通的话我们也知道 如果说像这个最好的交通工具 当然就是迷路拉的雪橇 那摆开这种传统的交通工具的话 现在交通工具一般人比较轻便的话 可能是摩托车雪橇 但是这种车在那个地方可能不适用 因为那边的积雪 通常都在三米以上 所以它常常就会有问题 而且起伏不定的状况之下 那他们所以说俄罗斯政府 为了开发这个地方 花了很多的心血 去设计出很多很多不同 各种功能的交通工具 适应当地的环境 所以它在解决了这个运输的问题之后 它的开采的进度 就是非常的顺利吧 现在 那其实就刚刚确实处长有提到 这个地方都是涌动土层 要到达这个地方非常不容易 所以光是要去开采这件事情 可能对于这个环境 就会造成相当大的干扰 我想这个开发一定是会 你把它土挖起来了 就破坏了它的原有的植被 原有的生态 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但挖取天然气 跟石油这些天然之源 并不可怕 而是说它把它运出去的这些 是可怕的 因为必须你要铺油管 天然气管 那这个东西就会像 在一张母亲的脸上 刮了一刀一刀的痕迹下去 而且是不可抹灭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路是迁徙的 而这些输送的管道呢 是横在这些草原上面 或动员上面 所以会阻碍了路的迁徙的路线 所以这些设备并不可怕 而是可怕是说 它破坏了当时自然的循环系统 所以这路的迁移路线被阻挠的话 它要克服它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如果说迁移路线改变的话 会不会因此而停止的迁徙 而消灭它 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地方 所以在建设开发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环保跟自然生态 以局巡路的迁移的需求 在建设方面应该有 当然他们有考虑这些了 但是我们觉得好像做的还是不太够 应该更完善的 处理完以后再进行大规模的开发 是 那影片中其实也有提到说 孽孽之人面对这个适应现代化 生活是越来越不容易了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天然气的开发 所造成他们等于气地上面的改变吗 我想这个孽孽之人 他面对这个所谓的现代化过程 或是这些在动员上开发 这些经济开发的案子 是不是会影响 当然会影响 第一个影响到他的这些居住的环境 那更重要是说 他造成了很大的诱因 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那年轻人就走出了动员 进入了城镇 那从1987年开始 这个俄罗斯的政府 就有城镇化的一个政策的推动 希望他们都进入到城镇去居住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留在 这个原有的生活栖息的地方 那对他有什么改变呢 我想第一个就是诱因非常的大 但是还好 这个他们的改变并不是说是完全的 因为内内自然还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是希望还留在原有的栖息地 进传统的生活方式 与寻入为伍 但是在教育上面 在医疗方面 确实可以给这些训入人更多的保障 应该这样说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很重要的一个讨论重点 就是在谈孩子求学的问题 那我们发现在动员上面的民族 小孩要上学真的好辛苦 从满五岁开始上幼稚园 就要每年忍受跟父母分别九个月 那个不要说孩子想哭 我想父母也是很想哭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求学状况 是动员民族的常态吗 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影片讲 五岁的小孩要去 就是学前教育幼稚园了 因为在内内自的传统游牧的 这个习惯里面 五岁是一个分水灵 是这样的 五岁就要开始随着父母去学习 游牧的所有的技巧 就训养寻入的所有技巧 从五岁开始 他就要踏出他的帐篷 跟着父亲或者兄长 去学习这些东西 所以五岁是这个分水灵 那现在因为政府的政策 要给予教育 所以他五岁就要去读书 那读书了以后 当然集中在一个地方读书 用技术的方式 这是所有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 一样的模式 因为游牧民族地方太大了 是 它是不可能每个地方设 以前的所谓很早期的马背学校 是现在都不可能 所以他们现在都提供住宿的方式 集中住宿 集中就学 然后放假之后 到夏天之后再回家 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不仅在这个涅涅池所居住的这个区域 在整个北亚的游牧民族 大概都是这样的 是 是一个常态性的东西 那初老年有提到说 五岁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其实对于要学习怎么样去放牧这件事情 其实大草原就是最好的一个教学的场所 那当到了这种作数学校 集中管理的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他所学到的技能 会跟他在草原上面学所需要的技能 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我们都觉得说 我们所学的技能 应该是要跟我们未来的发展有关系 似乎他好像接受了这个现代化的教育 好像从某种角度来讲 反而跟他去维持他自己的文化 好像有一点背道而驰的感觉 我想这个还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些小朋友去了城里面读书 他必须学习俄语 因为他在俄国的领土上 那也要学习他的民族语言 就是这个念内词语 那我们知道念内词语是属于乌拉尔语系 这个沙摩亚这个语族中间的一个知语系 所以在他们的语言 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语言 然后他们也学习了俄语 也学习了现代的一些知识 所以俄国是12年基础教育 12年基础国教 他12年的教育结束之后 他就面临了人生的一个选择 对这些念内词的小朋友 他们要面临人生的一个选择 就是说你要回家 回归到你的传统领域 生活领域去 还是你要留在城镇就业 或者是很多年纪小孩 他想到莫斯科去 想到圣皮特堡 到大城市去读大学 但是我们知道 到了圣皮特堡 到了莫斯科这种大城市 他们大概就回不来了 是啊 会留在里面 那如果留在城镇里面工作 因为现在在开发 所以他在那边可以得到 很好的就业机会 是 然后回到自己的栖息地的时候 他们在学校所学的这些知识 会对于传统的这个训养 寻入的这些文化 注入一些动力 举例说他会有一些 这个兽医的概念 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 这就很重要了 或者说怎么样增加他的生育力 怎么样分配他的食物 因为他也学了数学 他学了一些东西 那甚至于他会改变一些 商业化的概念 他可以把这巡入 增加他的产量去卖 因为这巡入我们知道 目前大概在5000台币左右一支 巡入的价钱 在当地如果他 他们一年会有一次把巡入 去卖到这个收购站去 那收购站收的话 大概一支是那5000台币 那一般大概都是可以卖到100头 这巡入 所以他一年的收入是50万台币 那再采购他生活的必需用品的话 还可以提供一些储蓄 给未来小孩子教育费用 所以我们觉得是说 巡入民族的人 他们会自己分配自己的劳动力 跟对于未来的变化 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家庭里面 他会有一个小孩子 一定会留下来 保存他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 另外的小孩他可以留在城镇工作 或者去读大学 他们读大学不仅是男性 可能是女孩子 姐妹去读书也可以学习得很好的 对于家庭的照顾也是可以兼顾的 所以他们会自我的分配 然后每一个人做什么互相的支应 维持家族的一个传统 而且也能够保存了 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生活 那我们在影片中 有提到另外念念之人 他们另外一个方向 可能就是因为天然气所带来的机会 那毕竟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 而且薪水待遇也都非常好 可是在影片里头也提醒了我们 要在天然气做开采 在动员上面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 有可能天然气开采完 动员也被破坏得差不多了 所以如果从这个生态的角度 再去思考 选择天然气这个行业 作为年轻人未来的目标 似乎也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我们该怎么要去看这个矛盾性呢 我想经济开发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那对于毁灭掉油物民族的文化 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相信这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一定会侵略到它 侵害到它 那我们就认为说 在政府应该大力地 对于这个经济开发的初期 要有明显的规划 避免伤害把它降到最低了 那对于这些油木的这些 驯入人来说的话 它的路线尤其它 因为巡路在动员是不可能订墓的 一定要有墓放墓 才寻找它足够的粮食 足够的食物 如果它的迁徙的路线改变的话 这是我们担心的 它可能就无法动弹 无法动弹的话 巡路文化在这个地区 可能就会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甚至于消失 但是我们也换个图来讲 我们看到的经济开发 正好是在我们所谓的 捏捏吃人 这个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就在它的脚底下 都是天然气 必然影响到它 不管是空气 或是土地的污染 或是草的污染 都会受到伤害 所以他们担忧 他们的路会吃到不好的草 或者吃到不好的食物 甚至于在空气 影响到他们的品质 所以这是那只人所念之在之 所担忧的事情 但是离开的那一个区域以外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训养寻入的人 还是在那边在游牧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如此 而放弃他们 所以我们觉得说 这是一个政府 应该要去注意的事情 那不能只以物质的补偿他 然后生活条件的改善 然后来给他这个诱因 来放弃这个 我想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我相信俄罗斯政府 他们有在做 可是我们觉得应该 还要再继续努力吧 空间很大 其实念念之语 在他们的传统的语言的意义 就是人类的意思 其实我想就是希望说 这个民族是有尊严的活下去 可是我想少数民族 都会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文化的传承 我们可以看到说 俄罗斯为了要让他们的文化可以传承 也运用了天然气带来的资源 用直升机去载他们的孩子去念书 让他们可以接受到一些现代化的教育 让他们有注入心血进去 可是这对于传统文化间 它毕竟在接轨上都还是有很多的思考空间 那最后想请教处长就是 您觉得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里头 念念之人应该把注明放在哪里 才有办法让他们的这个文化 可以很有尊严很有骄傲的 这样子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我想念念之有一些谚语 俗语 我觉得蛮有意思 他说 人活得好 是因为他有温满的衣服 人活得幸福 是因为他有更换的衣服 就是说他也在追求这些 只要有一件更换 他就觉得他很幸福 所以他的物质的欲望是没那么大 就是说他只要跟他切身有关 能够多一点点 他就非常的满足 我想这是所有永务民族的一种想法 那至于说 他的文化传承怎么保留下来 我觉得念念之人生下来 对于环境的保育 跟传统文化的保存 那是他的天子 身为念念之人 你就必须承担起这个天子 但是我必须想说 这不是他的责任 因为这个责任属于政府的 是 如何保存他们 政府就提供很好的条件给他 这是政府该做的事情 那如何保有那是他们的天子 所以我想念念之人与寻陆的关系 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说 念念之人用寻陆的皮 迎接新生儿的道领 任何一个念念之人 从离开子宫进入人间的时候 他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寻陆的皮 是 他们也用寻陆的皮包裹着念念之人 走向往生的道路上 回归到寻陆的天堂 是 所以在这样子的 生生不息的一种 遗俗啊 礼仪的文化的保存化 我相信它会存在的 它不会消失 所以身为念念之人 他的一切 都是跟着寻陆的足迹走的 所以您放心 他们会很幸福快乐的 是 所以真的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 要一个幸福快乐的 这个心灵的这个状态 最重要就是要把欲望降低 当念念之人生活在那个环境里头 其实寻陆跟大自然 很自然就是成为他们最终 或者是他所有关切的焦点 那只要念念之人存在 他的这个精神文化就会传承下去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反而是要跟他学习 如何把欲望降低 然后如何把我们大自然 给我们的这一切 然后能够好好地珍惜他 当然了 是 那感恩处长 感恩 谢谢 谢谢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地球证词 感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